一直向上的 这条鱼怎么会朝着尚恩冲过来呢 是啊 这实在是不合常理啊 看看我们身边那些钓鱼的朋友 一个个都死于非命 我想这是因为杀生过多 而遭到了报应啊 极乐世界幸福多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 没有学英明的时候 没有学中观的时候 更没有学第三转法轮 或者是学密宗的时候 虽然我们有一点点 大学里面学过一点点的无力 但是非常的肤浅 这是一个很标面的东西 它根本就不能解决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 这就像没有专门的去学过 像量子力学啊 这样子相对论啊 这样子的比较神的东西 我们就是指导一些公式 就简单的公式 但是这个也不能说明什么 在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这种人呢 我们也认为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样子 再不会有什么更多的 如果说是什么佛的差都要等等 我们就更不可能理解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可能了 这个是再严重一点的话 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逢建密系呢 或者是这个人的精神出了毛病呢 我们会这样子说的 不能理解了 这种人 这种人呢 直接说 这个我们的现象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佛的现象 它是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的 所以就不能直接说 另外一种人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他虽然还没有接触过 这个 还没有接触过这个密法 也没有接触过 也没有学过这个 第三转发论当中的一些 第三转发论当中 很多都是非常深奥的 我们看到过 我们去年也讲过这个 维莫皆经 讲得那么清楚 还有这个大涅槃经当中 也讲的是非常清楚的 还有解神秘境 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 能切经 还有这个大方光化验经 这些都是第三转发论当中的 非常出名的这个经典 那这些当中都讲的是 这个如来藏啊 一切这个现象都是 这个佛的插托啊 清净的插托 它讲的都是这样 但是没有学过这些 它虽然是学佛的人 虽然是学先宗的人 但是呢 先宗的这个经典呢 也没有学完 这是学了一部分 那这种人的话 那他 他们都是比较 不是 学过一部分 学过一部分 虽然是没有学过那么深 但是学过一部分 基本上知道 我们的这个 燕尔彼斯神 他的这个结论 他的结论 是不是正确的 他的结论都是 随时都有这个 很大的这个错误 随时都有很大的这个错误 他本体 他的本质上来说 他们都是一些这个 这个错误的现象 错误的现象 所以他今天他看到的是这样子 但是他明天看到的是另外 就那样 这个都有可能 他是比较有这方面的知识 有基础 这个知识 来自于这个物理方面的也好 物理方面的当然也可以 来自于一部分 少部分 当然没有像佛教那么的深刻 或者是来自于这个 这个 现宗的这个 卫世宗的观点 经典也好 或者是来自于这个中观的 这个经典也好 他就是或多或少 他就有一些这方面的执着 他认为这个随时都有可能 有改变的 有变化的 我们的感官 有结构 有变化的话 那我们的阎世 二世 逼世都会有变化 阎世 二世 逼世 有变化的话 他看到的东西是有变化 他至少 懂这一点的人的话 那我们就 这个就是 对于我们自己的现象 不是很弯固 他比较接受这个观点 那比较接受这个观点 我们 现在我们看到是这样子 但是呢 如果说 我们如果说 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说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那他至少有这样子的观点 那这种人呢 我们可以直接讲 直接讲一切法都是佛的坦诚 下面就是这两种 对这个针对两种不同的人 嗯 有两种不同的这个 啊 这个啊 抉择的这种方法 啊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著作里面 嗯 讲的这个 这个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讲这个 一切现象 嗯 都是佛的这个 贪嗔 嗯 那一切现象就是佛的贪嗔 啊 这种经济 嗯 这个观点呢 呃 在佛教里面呢 也是比较 嗯 比较层次比较高一点的 啊 这个简介 嗯 呃 从现宗的教读来说 嗯 这个已经是 嗯 第三专法轮的 呃 这个 呃 思想 观点 嗯 呃 已经超越了 这个 这个第一转法轮和第二转法轮的 嗯 这个观点啊 已经是第三转法轮的观点 嗯 呃 从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说 呃 是 霸地菩萨的经济 嗯 已经是超越了这个 翻覆人的经济和 其底以上的这个 我一下的这个 呃 菩萨的经济 已经是 这个 嗯 霸地菩萨的这个 这个境界 嗯 嗯 所以这个境界啊 就是 是 从 这个 这个境界呢 它的层次是比较高 嗯 呃 从一个初学者来说 嗯 这个 也许 呃 不是很 适合 嗯 也许 呃 不 有些地方就不太好 呃 理解 嗯 呃 但是呢 我们啊 就是 呃 通过这个 系统的学习 嗯 学习过的人来说 呃 呃 这应该是比较好 理解的 嗯 第一个 就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第一专法论的呃这个观点去看这个实际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呃主法啊无我无常啊游楼皆苦啊等等的这个观点嗯啊通过啊这个观点秀处立心啊配上这个观点啊这个观点啊这个观点秀处立心啊 这样的处理心嗯跟这个轮回背道而次从此以后跟这个轮回啊开始分手嗯就是达到这样子的啊这个啊要求嗯然而第二个啊层次是第二专法论的这个经济啊在第二专法论当中呢嗯提到了这个空心也讲得很清楚的那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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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自食烦恼 还有以及烦恼 所导致的很多的痛苦 这样子 这些都完了以后 就是第三传法论 在第三传法论里面 讲什么 第三传法论里面 讲的主要是 如来藏佛心 当然如来藏跟佛心 是佛的境界 在我们佛教里面 无论是现宗也好 密宗也好 这已经是最高最高的境界 已经是最高的境界了 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在中间 空心第二传法轮 跟第三传法轮 而不是 第三传法轮 跟这个密法里面讲的 这个如来藏 或者是密法里面 这样的这个 自然的智慧 就是在这个中间 所以它是霸地菩萨的境界 现在还不是佛的境界 上次我们也讲了 这个一切现象 即使佛的坦诚 这个要从两个角度去理解 第一个就是一切现象 就是佛的坦诚 这个就是像霸地菩萨 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不是像我们现在的 这样子的世界 它是一个很清净的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有一个外在的世界 也有内在的这个众生 但是这个众生 不是凡夫 就是佛 有佛 有菩萨 就是像极乐世界的 这个世界一样的 但是在佛的境界当中 连这样子的油箱的东西 也都不存在的 佛的境界当中 一切都是我们经常讲的 光明 空心 就是这样子 到底什么叫做光明 什么叫做空心呢 这个我们上次也讲 这就是我们密法里面 讲的这个心的本心 还有禅宗里面 讲的这个 禅宗里面讲的这个佛心 还有净土宗里面 讲的一心不乱 也就是一尘不让 这种境界 就是这个境界 那我们就首先要讲什么呢 首先要讲这个 这个佛的贪称要分两个层次 最高的就是佛的境界 最究竟的这个佛的境界 最终极的这个观点 在这个之上呢 再也没有其他的观点 这就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那另外一个清净 另外一个佛的贪称 就是清净的闲想 这个现象是佛的插图 譬如说五方佛的这个插图 中间 譬如支那佛 东方有这个不东佛 等等 这个佛的坛称 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世界 一切都是佛的境界 佛的坛称 这是在密法里面呢 这就是将这个升起次第 密法里面这个就是升起次第 然后呢 在密法里面呢 这个将如来藏 将光明 这些都是属于是圆满次第了 已经是属于圆满次第 什么叫做光明 什么叫做空心 什么叫做佛的境界 什么叫做最高最终极的境界呢 这个 当我们证悟了这个心的本性 也就是我们证悟了大院 或者是证悟了这个禅宗里面这样的 这个心的本来面目的 就是这哪一瞬间 我们可以说基本上 大概的 也就是比较模糊的 这个指导 佛的境界 什么是光明 什么是空心 有一点点比较模糊 但是相对来说是很模糊的 但是呢 还是有一点概念 现在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什么概念 什么是光明到底 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光明 佛经里面经常就看到这样子的词言 二专法轮 三专法轮 迷称里面都讲这个光明 什么是光明 就是没有概念了 光当然不是 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光明的光 我们的这个光学上面的这光谱里面是没有的 可见光 不可见光 这些都不是 除了这些意外 还有什么光呢 它实际上就根本是不是光 一个非常清洁的 一个非常清净的东西 就是用光这个字来形容而已 实际上不是光 光明 明也是一样的 光明 空心 什么是空心 在我们概念当中 我们认为空心是比较容易理解 什么是空心呢 就是有一个原来我们认为存在的东西 现在就不存在了 它本身就是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然后我现在也就知道它不存在了 它本身不存在这个叫做空心 我现在明白它不存在这个叫做真无空心 我们是这么认为 当然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对空心的了解 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 传立的一些空心和空心的境界 空心的观点 一切法的本性 佛心 它是源于这些所有的造作性的东西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不是空心 这个不是空心 但是对我们有起到什么作用 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因为我们就是过去我们有这个执着 我们有对一切法的执着 我们认为一切法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金钱 它是存在的 它是很实在的东西 所以我们去挣钱 挣到钱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存在 所以高兴 挣不到钱 我们认为这个也是存 也是实在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高兴不开心 导致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轮回当中的空心 这个这个国患 这个开心和不开心 再往上发展的话 那就是会就变成了这个 预言行动 然后就是杀到淫王等等的 所以导致了一切这个轮回的痛苦 但是这个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呢 根源就是根源就是执着 执着怎么禅宗里面经常讲 放下放下 怎么样放下 说放下能放下 这个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要真无空心 那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空心 它实际上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空心 它离这个本来的 主法的本来的面目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它能够推翻我们的执着 这个就是它的作用 所以我们首先接受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接受完了以后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个世界 它虽然是不存在的 是如环如蒙的 但是它的这种现象 从它的现象的角度来说 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的 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个世界 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以外 还有一个其他的形式的世界 我们不认为这个世界 就是应该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执着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这么不清净的世界 在密法里面就经常讲到 一切现象都是 不但是空心 而且是清净的现象 它不仅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清净的现象 而且让我们去观想 一切都是佛的坦诚 那实际上这个佛的坦诚 我们观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们观想的佛是什么样子呢 还是就跟我们人类一样的 头 手 眼睛 鼻子 都是存在的 一个我们观想的时候 还是会观想一个这样子的 世界我们观想的时候 佛的插图 我们观想的时候 是怎么样观想呢 就是像极乐世界一样的 就观想一个很清净的 极乐世界里面的植物 都是这个主宝的 珊瑚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主宝 底我们前几天也讲了 底面都不是现在我们这样子的泥土 都是流离 有佛的宫殿 但是这些都是 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 和我们现在 比我们的方子高极背 或者是极石背的当词而已 实际上还是是一个 还是是一个世界 还是是一个方子 还是是一个人 我们观想的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也不是真正的这个 无子的本性 他不是佛性 佛性 在如来藏光明当中 不可能有 有头有手的 这样子有淹丝有心装的佛 更不可能有 更不可能有 建筑物 还有这个 山 水 植物 东屋 不可能有的 如来藏当中是不可能有 不可能有 但是为什么要去接受这样子的观点 这个就是一个 在 这是一个还没有 已经超越我们的这个 这个感官的这个 界限 但是还没有到这个佛的境界 在这个中间呢 他是霸地菩萨所显现的 相对而言 在相比之下 比我们的这个世界 还真实的多了 但是他也不是绝对的这个真实的 那他不是绝对的真实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接受呢 那这个就是有跟刚才 前面讲到的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接受了这样子的观点以后呢 他 他对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他可以推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 另外一个错误的观点 另外一个错误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 就可以 可以这个推翻 可以推翻这个观点 那为什么要推翻这个观点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烦恼 都是 都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种观点 它导致的 所以就是要断除这个 推翻这个 这种观点 推翻了这个观点以后呢 在这个观点 后面的所有的这些 痛苦啊 烦恼啊 也可以 同时也可以这个 也可以这个推翻了 所以就是首先要观想 要要 要这个接受 这样子观点 这两个观点 这两个观点 完了以后呢 最后 那才是真正的这个佛的谈称 嗯 那个时候的谈称是什么呢 嗯 那个时候谈称是什么 那个时候的谈称啊 它不是一个建筑物啊 啊 我们去学院的时候 大家都去转谈称 我们认为佛的谈称是这样 其实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谈称 嗯 真正意义上的这个佛的谈称呢 它不是 它是什么呢 嗯 它就是这个 这个如来藏 光明 佛心 啊 这就是佛的谈称 这个叫做谈称 那这就是最究竟的 最最最究竟的这个 那 解解 嗯 境界 嗯 但是这个是有过程的啊 我们怎么样进入 我这样子的这个境界呢 嗯 就我们呢 呃 比较直接的 嗯 了解 呃 也比较了解 比较直接的这个 这个体会到这个 哦 谈称的时候啊 这个叫做正乌空性 这个是正乌空性 这个就是禅宗里面经常讲的这个民心坚信 那就是这个啊 大圆满密宗里面这样的这个啊 正乌啊 顿乌 禅宗里面就讲顿乌 顿乌顿乌顿乌什么呢 啊 就是就是武这个 正乌这个 哦 叫做这个 嗯 啊 这个叫做 呃 正乌 但是这个正乌这样子的境界当中啊 怎么样进入这个境界呢 啊 它是有啊 几种不同的方法啊 最简单的 最直接的 就是像禅宗里面这样的 或者是在大圆满呢 大首音呢 啊 哦 还有一般普通的密法里面这样的 这些是比较直接的 它不虽然是不讲很多的理论啊 但是呢 它是有办法让我们啊 体会到这个光明空心的 嗯 这个是直接的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就不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是用用这个理论上啊 就是通过一些理由啊 呃 来证明啊 通过通过一些证据来证明嗯 这个啊 这个佛的坦诚啊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样子啊 那上次讲到了啊 上次讲了什么呢 嗯 他首先啊 就是呃 引用了一个呃 大家都承认的公认的一个呃 这个佛经的呃 这个矫正嗯 来证明啊 一切如而 一切佛 一切法啊 都是如来 都是佛 那但是呢 他说的佛 跟我们现在的佛还是不一样 他这个里面讲的佛是什么 就是空心啊 那就是空心 嗯 嗯 然后 然后就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 我们最关键的是呢 啊 是什么呢 我们是需要需要需要证明这个不仅是空性啊 它的显向啊 显向是我们现在啊 就任何一个物质 它都有两个两个两个层面啊 啊 两面两个啊 两个不同的这个角度 比如说啊 啊 但是这个嗯 虽然是我们看到的是精子 但是呢 它不是它的本质 嗯 它就是不是它的本质 那它不是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是一种幻觉 啊 因为这个物质的运动运动的速度啊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快 这个速度很高啊 啊 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说呢 这个叫做神灭 神神灭灭 几乎这个神和灭都是同时的啊 它不是先神 然后主 最后灭啊 它不是这样子 几乎生灭啊 都是这个同时的 所以这个速度很快啊 这生灭的速度很快啊 所以看不见 从物理的角度讲啊 这个钉子的这个 这个这个绕 钉子盒的这个速度是 每秒钟可以达到600多公里 所以也是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呢 都是精致的不懂的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精致和不懂 这两个 这两个是 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同样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的这个佛像 它既是运动的 又是精致的 这个怎么讲 这两个矛盾的东西 就是说它的本质 它本体上 它不是精致的 它是运动的 这是它的 它的本质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我 从我们的角度看 它是精致的 它就是精致的 那这个是它的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它的 它五之有两面 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层面 那这个层面是 这个叫做现象 实在与现象 哲学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词 实在与现象 实在是什么呢 实在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云动 它是实在 现象是什么呢 现象就是已经不是它的 已经不是它的这个本质 这是另外一种现象 那所有物质都是 我们中观里面讲的 二地 也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 二地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实在和这个现象 就这两个 叫做二地 生一地和实俗地 生一地就是它的正式的一个 一面 实俗地 是它的这个现象的一面 不正式的一面 这个叫做生一地 实俗地 这个是任何物质 都有这两种 任何一质 最后达到了这个 佛的境界的时候呢 才没有 为什么呢 佛就是看到了这个 因为真物 已经这个 它的这个真物的境界 已经达到了最高的这个境界 所以在它的境界当中呢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现象 它的境界当中 一切都是真实 物质的本体是什么样子 他就看到是什么样子 这个时候呢 彻底的 没有了这个 生一地啊 实俗地啊 现象啊 实在啊 没有这样子的分别 包括实地扑上 都还有一个 一个一个细微的 这个生一地和实俗地的 这个分别 这个世俗地是不真实的一面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 在我们的这个无中感官 它能够感觉到的 这个世界是这个叫做现象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它的正式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 是不是它的真实的这个层面呢 它不是 它的真实的层面呢 它又 它又是另外一个 它的本体就是另外一个 那本体是另外一个 这个本体呢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 有在这个上面 可以分很多层次 巴蒂菩萨看到的 巴蒂菩萨看到的 跟佛的境界相比的话 当然巴蒂菩萨的这个是现象 佛的才是这个真实 但是呢 巴蒂菩萨的现象 跟我们的这个现象 比较的话 那就是巴蒂菩萨的 这种现象是真实的 我们看到的就是现象 巴蒂菩萨的 这个是真实 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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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这个现象 罗书写的一个 一个哲学里面呢 就用这个实在和现象 两个字 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中观里面 它虽然没有这样那么甚 但是呢 这个名次啊 我们可以从这样子去理解 是很恰当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不能不承认 我们的这个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的五中五个杆冠 它看到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 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样 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意外呢 它不会有 不会有第二个世界 不能这么认为 这个世界是多阳性的世界 什么叫做多阳性的世界呢 虽然是一种五体 一种五体 不同的人 不同的这个 钢冠的结构的人 或者是其他的 其他的 一类的这个生命 看的时候 就是不一样的世界 不一样的世界 因为我们的钢冠的这个结构 上面呢 有比较重大的这个 变化的时候呢 外在的世界 它一定会有很大的这个变化 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 这个除了佛法意外呢 就一般的这个 时间的这个 学科里面 西方东方的哲学 科学科学里面 就是就是就只有 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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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只有一少部分而已 不会神这么 谁都想不到这么深的这个道理 这是佛 正佛发明的 不是佛创造的 这个就是佛发明的 我们佛教就不认为 这个世界的奔体也好 现象也好 我们不认为这个是佛创造 我们认为 这个是佛发现的 基督教 天主教 他们认为 这是上帝创造的 不仅是他发现 他创造的 但是我们认为 这个世界的奔心 不是佛创造的 而是佛发现 发明 就这样 不是发明 发现的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显像 这个实在 与这个显像当中的显像 生意地跟世俗地当中的 还是属于这个世俗地 还是属于这个世俗地的层面 那这个层面怎么样讲呢 这个时候 刚才我们讲到了 这个上面是一个公认的 这个教证 来说明 空一切空 这个空心是佛 然后这个时候 问 就另外一个人 就是问问题 就是说 你说 空心是这个佛 佛的这个发生 发生 这个我们大家都公认了 这个上面 就不需要这个辩论 但是你说这个显像 就是显像是怎么样是佛呢 你跟我证明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显像 就是佛 空心 物质的本体 我们大家都是公认的 这个就是佛 这个上面 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证明什么 你能证明的话 这个显像 证明为佛的坦诚 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证明 怎么样去证明 我们要给谁证明呢 就是为给自己证明 给自己证明 当然我们自己知道了以后 说开悟也好 说了解也好 说认识也好 理解也好 我们知道了以后 当然可以给其他人讲 首先是我们要去说服自己的 因为我们也经常 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我们认为这个世界 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子 那我们怎么样去证明这个世界 怎么样去这个世界 是不是这样子呢 它有两个 这个里面就是有两种方法 一个方法 直接证明 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 简介的证明 直接跟间接的差别是什么呢 上次简单的说了 直接的意思就是说 首先我们说间接 间接什么叫做间接呢 间接就是说 首先让我们了解这一切现象 一切现象 无论是这个外在的内在的一切现象 都是我们的新创造出来的一种现象 首先就讲这个 这是第一 第一步 第二步呢 凡是醒创造的 凡是醒创造出来的这个现象 都是随心 也就是说随着这个心的变化而变化的 凡是醒创造的东西 都是有变化的 都是随时都可以有变化的 首先要让他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呢 这个说清楚了以后呢 然后再去讲 这个 实际 就是佛的坛诚 就这样子讲 这是就是有两个不同的阶段 首先是让我们明白 一切现象就是新的现象 新的现象 随着这个心的变化 变化 变化 这样子 然后直接的这个 直接的这个是什么样子呢 直接就是中间就换了 少了一个环节 就是刚才这种 他不讲 直接就是说 一切 这些现象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清净的 佛 菩萨 他们看到的是清净的 他就是直接这样子 这个中间 少了一个环节 就是说 少了一个什么呢 少了一个 刚才刚刚讲的 他不说 这个一切都是新的现象 三世性的现象都会有改变 他就不讲这个 直接将一切都是佛的坦诚 为什么有两 不同有这样子两种方法呢 这个上次也提到 因为我人就是有两种 什么两种 有些人呢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还没有学到中观 还没有学到这些佛教里面的 这些深奥的这些道理 之前呢 我们认为 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 这个地球呢 它是永远都是一个这样子的 圆球星的一个这样子的东天体 然后就是这个宇宙呢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天文望远经 它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从来都不认为有其他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不认为我们 这个世界啊 我们认为当然有其他世界 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这个形式 我们不能不这么认为 永远都认为这个世界的真正的面目啊 就是这样子的 很顽固的 很顽固的 那这种人呢 我们直接讲的话 就是讲不清楚的 所以首先要讲 一些现象都是 新创造的 但是这个新创造的这个意思呢 并不是说唯心主义 所讲讲 所讲到的 根本就不是 这个我们再善的提到 我讲了很多次 根本就不是跟唯心主义是 完全是不一样的 有些地方虽然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有一部分 小部分 虽然是有一样的 但是这样子的 相识的东西呢 在任何一个里面都会 相互之间都会有的 但是它不是唯心主义的 唯心主义里面讲的这些意思 这个就是说新的现象 然后呢 新的现象是可以变的 那这很顽固的这种人呢 就是要这样子讲了 以后才能够明白 那另外一个人呢 他虽然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世界就是佛的坦诚 但是呢 他不对他这个 他对这个世界的这个人事 是什么样子呢 不是很执着 不是执着的意思是什么 他就是觉得 这个世界是不一定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 他是有可能 有可能 在我们看来是这样子 但是呢 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或者是另外一种这个人 或者是不像我们人类的眼睛一样 就是用另外的一个外星人也好 其他六道众生里面的另外一种众生也好 从他的眼睛 以他的眼睛去看的话 这个世界的这个形状 这个世界的颜色 有可能是另外一个 这个他他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 但是呢 他还不知道这个是佛的现象 就是这样子的人 这种人呢 他对这个世界的这种 这个人事 他不认为 他不认为就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子 他就是有点 有点这个 他的 他就是有一点点无形 就是说他 他至少知道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也就是说可以可以可以变化的 那就是这样子的两种人 那首先我们讲这个比较直接的 直接的是什么呢 首先要讲这个比喻 首先就是讲比喻 讲什么比喻呢 他这个里面讲 恶归岛的终生 恶归岛的终生 有几个恶归岛的终生 他们来到了一个河边 来到了一个河边 就是像印度的恒河一样的这样子一个河边 然后他们就聊天 也就是他们探索 他们探索什么呢 其中一个人就是说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段 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 地域终生 看到的这所有的这些 像我们现在人看到的这些湖 大海 湖泊 还有河水 这些都他看到的都是这个贴质通质 这样子的 然后恶归岛的终生 他们看起来 他们看到的都是 绝大多数都是血 浓 这样子的 他们看到的这样子 那他们看到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河 所谓的河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人看到的 这个河水 不是水 虽然是一种液体 但是不是水 那什么就是 血啊 浓啊 这样子的很肮脏的东西 因为这个就是恶归岛的终生的 野里 野里照干 他野里的现象 他看到都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是到了这个河边 然后他们就是探索 其中一个恶归就是说 他说我听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和在人的这个眼里 它是水 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样子的弄 它是水 但是呢 他说 但是我认为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它的本质不是水 它的本质应该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样 就是血弄 它不是水 它就会这样子讲 那另外一个饿归 就是说 他说 他说我就是吃相反的这个观点 就吃这个反对的意见 是什么呢 我认为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血弄 它是一种业力的现象 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准确的现象 它的本质应该是人看到的这个才是真实的 人看到的才是正确的 我们看到的是不是正确的 那他们两个辩论 这个时候呢 就旁边 就是另外一个这个饿归岛的 饿归岛的众生 他就出来说 他是比较有这个直见的 他是有这个比较 他比较清楚的 他说 他首先是用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 这个正确呢 他是用这个正确的 他是路级来推 他怎么推呢 他说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河流 这个液体 实际上它的本质就是水 就是人看到的 就是水 这个是我的观点 我立宗 这个就是他的观点 立宗啊 那他的饮是什么呢 他的饮 也就是说他的理由是什么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你说这个是 我们明明看到 这个是这个血弄啊 那你现在说这个不是血弄 我们看到的你说是这个不准确的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 因为人 人 回想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看得到 是水 这个是他的理由 这个就是在密法里面呢 有严公 还有就是 这个睡不时 严不时 睡不时 水的不时 有一种这样子的仪柜啊 这个仪柜 水不时 或者睡公 睡的不时呢 就是 这个是不时给恶归道的终生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仪柜 念这个衣柜 法行 回想的时候呢 恶归道的终生 他就把这个水 他就能够 那个时候呢 他能够 看得到是真正的水 他能够看得到真正的水 然后呢 他可以喝到这个水 他这个是他的理由 他说 如果有人 回想给我们的话 就是做这个水不时 给我们回想的时候 我们也那个时候是看到 这个是谁啊 他说这个是他的理由 然后呢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 第三个 第三个什么 就是这个通平周边 他说 如果人回想 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能看得到是水的这个东西 一定是水 它的本质一定是水 这个是肯定是水 为什么呢 他说 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呢 在这个之前呢 因为我们自己的业力 看不见 它本质是水 但是我们看不见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这个人 人类的 比较修行 比较好的人 通过这个 以轨 回想的时候呢 把我们的这个业力啊 也就是 适当的坚轻了一点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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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如今人类占据了地球上绝大部分的空间 人类占据的空间越多 留给动植物的空间就越少 人类的出现不可能任务 不得不面临着许多危险 居住在城郊小河边的家里面 看着原本安静的郊区静静地驯动起来 也颇感不安 我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快点出来吧 等你们出来了 我带你们一起去河里游泳发鱼哦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最近怎么一天到晚 还有卡车经过啊 怎么 你还不知道吗 人类要在这里盖房子 这几天好多车都往这里运材料呢 以前我们这里多安静啊 可是这几年随着人类的到来 这里变得超麻烦的 而且到处都是车子 实在很不安全 可不是吧 我有好几个同伴 都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压死的 我们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几天后 一只只小鸭子破壳而出 鸭妈妈非常高兴 但是又担心人类会发现自己的小宝贝 于是不管去哪里 她都会带着这群小鸭子 欢迎你 我的小宝贝 妈 妈 嗯 我的乖宝贝 妈妈 妈妈 好孩子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呀妈妈 恭喜你了 辛苦了这么多天 你的宝宝终于诞生了 是啊 都扶出来了 真是 太令人高兴了 不过以后你可要更辛苦了 最近经常有人类来河边遛口 如果被那些凶猛的狗发现了 你的孩子可糟了 真是谢谢你的提醒 不会被大家小心的 这一天 鸭妈妈带着这群小鸭子换出秘食 他们来到了沟路边的草丛里 妈妈妈 我肚子饿了 我想吃东西 我的肚子也饿了 妈妈妈妈 我没什么 要给我吃饭呢 好吧 我带你们去找吃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去找东西吃了 不过 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 不准乱跑 知道吗 放心吧 妈妈 我保证听话 我也会听话的 真乖 这里好吃的东西还不少呢 等你们再长大一点 就能到河里抓鱼吃了 抓鱼吃 是啊 而且河里比这里安全多了 这里是人类居住的地方 如果被他们饲养的猫狗发现了 会很危险的 没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大狗发现了它们 并朝它们步步逼近 别说话了 有危险 妈妈妈妈 我怕 妈妈 我好怕 别怕 有妈妈在 你们要听妈妈的话 全都躲进草里 不准动 也不准叫 鸭妈妈 急忙让小鸭子们 躲在草里 而自己 则跑了出去 将那只大狗引开 小鸭子们 在草丛里 等了许久 也不见妈妈回来 于是 便从草丛里 钻了出来 沿着来袭的路边 寻找着妈妈 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看我们还是去找找妈妈吧 对 我们去找妈妈吧 你永远想不到 每天回家的路上 都有什么不尊 李先生也是如此 他和太太在回家的路上 意外地发现了 这一群 寻找妈妈的鸭宝宝 怎么了 你怎么突然停车了 你看 那是什么 那好像是一群小鸭子啊 这么小的鸭子 怎么会跑到公路上来呢 我们过去看看吧 嗯 嗯 他们 应该是要回家吧 他们这么小 他们的妈妈 竟然会放心 让他们自己出来啊 是啊 如果遇到了野猫野狗 那可就危险了 不如陪他们一起回家吧 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 也好在路上 保护一下这些小家伙 嗯 那好吧 然而 就在李先生和太太 护送小鸭子回家的路上 他们发现了 已经死掉的鸭妈妈 小鸭子们看到后 立刻冲了过去 围着鸭妈妈发出一阵阵悲伤的叫声 咦 怎么回事 难道 难道那只鸭子是他们的妈妈 天啊 这只可怜的鸭子 看起来好像是被狗给咬断了脖子 嗯 它应该就是这群小鸭子的妈妈吧 这些鸭子那么小 没有了妈妈 他们要怎么活下去啊 是啊 他们会死掉的 老公 要不我们把他们带回家吧 嗯 就这样 李先生和太太 将那些小鸭子带回了家 小鸭子被带回李先生家后 李太太和女儿 决定帮小鸭子们 做一个临时的家 哎呀 好多小鸭子啊 他们好可爱哦 女儿我们一起帮小鸭子 做个家吧 好啊好啊 给小鸭子们做个家 小鸭子你们喜欢这个新家吗 新的问题来了 这些小家伙跳得非常高 于是李太太和女儿想出了一个奇怪但是很有用的点子 咦 这球宽是做什么用啊 爸爸 这些小鸭子太会跳了 为了不让他们跳出来 我们就想了这个办法 还蛮好用的呢 看来 我们得为这些小鸭子准备一个永久的家了 是啊 我们就在车库里帮他们做个舒适的家吧 李先生在车库的一个角落里 用保温灯 纸箱和木板 帮小鸭子们建了一个家 小鸭子们很享受新的生活 好